帅 谢谢 大家好我的宝贝 谢谢 你们也很帅 我最近有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现在谈恋爱的人很少 但是喜欢看别人谈恋爱的人很多 前两天我跟公司的一个女同事 穿了一件很像的衣服 然后周围的同事就开始起哄 哎呦 情侣装 磕到了 磕到了 我都懒得跟他们解释 两个人约好的才叫情侣装 我们这个只能叫缘分 还没说呢 女同事就极力否认 不一样 不一样 我穿的这个是短袖 她穿的是秋衣 就整得我也很尴尬 我俩的衣服明明都不在一个季节 就硬磕 我俩的衣服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磕完气氛冷得像冬天 只有我觉得这好像是我的春天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我也磕 我磕我自己和我喜欢的女孩 排毕业绕的那天 我走过去跟她说 你看咱俩穿得一样 真般配 她说这不叫般配 这叫班服 照你这么说 咱们班谁跟谁都配 那照你这么说 我给你是不是也配呀 她肯定了我 你也配 说完 转身就跑了 路都没看 撞到门上了 我心想 这下你也磕到了吧 那个时候还比较单纯 我现在有一个感觉是 好像现在爱情的催化剂 到处都是 就比如说跟朋友去露天的地方吃饭 总会有个卖花的阿姨跑过来 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 我特别讨厌这事 因为一桌男生 阿姨从来没有问到过我头上 可能阿姨觉得 光是这一朵花 应该帮不上她的忙吧 我能理解 因为在一桌男生面前 我确实 最不像有女朋友的 但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生单独吃饭 我心想 这下没有别的选择了吧 阿姨选择了绕开 这有点侮辱人了吧 转念一想 她如果走过来说 来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吧 女生就会觉得 这有一点侮辱人了吧 很生气 我只能主动说 我要买花 阿姨说 你买花送给别人的女朋友 不合适吧 这个花是卖得很贵 但阿姨也不是什么当前都挣的 就还有的时候 你去逛个书店 也可以看到很多 教人谈恋爱的书 什么如何快速追到女生 还有七天让女生倒追你 两本书我都买了 我就是要让他们无路可逃 但你看过就知道 那种书没啥用 一看就是理工直男写的 因为一本恋爱书籍 你翻开看不到一丝的浪漫 全是各种数据 0.6米更容易来电 因为女生的画术 列了一个树状图 越看越熟悉 我感觉这不是恋爱书籍 跟我那会儿 刘水先生的车床操作手册一样 这玩意别说追女生了 当时追生产进度都费劲 这种场合还有很多 比如说夜店 我之前没有去过 就听他们描述那个场景 酒精 音乐 荷尔蒙 最主要的是灯光昏暗 一听就特别适合 我这种小明星 谈一场见不得光的恋爱 我之前没去呢 是觉得我自己 不适合那种地方 我觉得那种地方 必须得是事业有成的人 才能去的 就现在我这个事业 不得不去了 我 时尚先生 坐拥72屏大house 黑暗中还有一点像周杰伦 黑暗中 真的 别说蹦迪了 我现在走路都蹦着走 骑电动车过减速带 我都不减速 都蹦得可高了 那种环境是很暧昧 但大家去的时候 一定要穿点贵的衣服去 就千万不要穿 你从网上买的什么 2022潮南秋季必备套装 因为你在里面 很容易遇到 另外一个潮南 我就遇到了 我抬头一看 突然感觉 我的这个潮流 小众男装 好像不小众了 很尴尬 我俩都想回头确认 但眼神又不敢 发声交汇 我心想 这里果然很暧昧啊 当时我穿着秋衣 大哥穿着同款的短袖 我俩一个在秋天 一个在夏天 都开不起卡座 只能相遇在舞池里 共同寻找彼此的春天 当时 不管舞池的音乐 多么劲爆 就感觉 我俩的BGM永远都是 春天在哪里啊 春天在哪里啊 扭头一看 春天在哪 开不起的卡座里 当然那天也不是 完全没有收获 我还是加到了一个微信 走的时候还说哪 以后要常联系哦 再有小众男装 记得店铺分享给我哦 小众哥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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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我说完这 谢谢 谢谢 刚刚介绍了这个 哲学的系里 咱们来点没有文化的啊 最近写不出来的稿呢 压力特别的大 鸿鸣叫我出海玩 我也没有心情去 他说来吧 海水可干净了 我说海水再干净 也没有我的稿子干净呀 他说你不出来 在家里憋着也写不出来 还不如出来看看 我说我在家里写不出来 至少不会跳海 当然现在压力再大 也没有我刚到上海的时候 压力大 生活成本太高了 有一次我的脸过敏 就去药店买那个 红莓素软膏 我们老家都卖一块钱一管 我进去之后 医生跟我说 三十九块九 这么大一管 比我小时候的大十倍 我说怎么 我长大了 他也长大了 这该不会是 红莓素的家长吧 觉得太贵了 我就问医生 我说你看 我这个脸也不大 能不能散卖呀 医生说还想散卖 你脸怎么那么大呀 我看你这个脸 我想贱卖 我就犹豫着想走 医生说你别犹豫了 快买吧 从你进门之后 你的脸越来越红了 再不买 红莓素可能就治不了了 但其实医生不知道 我后来脸红 不是因为过敏 只是因为窘迫和尴尬 我那会就明白 为什么人在窘迫的时候 会脸红 那是生活打了你一巴掌 这么窘迫呢 是因为我那会没有工作 那个时候可以说 脱口秀就是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呢 就全靠之前的积蓄维持着 有一天 看了一眼积蓄 感觉应该活不长了 为了延长我的脱口秀生命 我把每天活着的成本 压缩到三十几块钱 演出完 根本不敢打车回家 打车回家 虽然可以节省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会浪费三天生命 不敢乱花钱 甚至有一次 我跟一个喜欢的女生 一块逛街 你们也太没有见过世面了 逛街 就逛街嘛 夏天 热的都不行了 我就冲进便利店 拿了两块雪糕 准备降降温 一问店员 一块三十八 降温效果确实好 听完 我后背发凉 但那个时候我太穷了 当着女生的面 我跟店员说 我们不要了 气氛直接就降到了冰点 说完就感觉我耳边 缓上着一个声音 你是不要雪糕了 还是不要爱情了 还是不要脸了 我说我都不要了 我要活着 然后我就放回去了 跟那块雪糕 一块放回去的 还有我那张滚烫的脸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那张脸就丢在了中山北路 那家便利店的冰柜里 直到后来 我入职了效果 发了第一笔工资 我觉得 是时候把那张脸赎回来了 打车去到那家便利店 那是一个冬天 我顶着自古的寒风 冲进去 拿了一块雪糕 我都没问价 结账 他说58 我说 这个怎么数晚了 还有利息是吗 当时就后悔了 冲动了 今天就不应该打车来的 最后还是买了 为了多享受一会儿 小人得志的快乐 那个雪糕 我都舍不得吃 当时怎么说呢 就是捧在手里 怕话了 含在嘴里 怕话了 当时就是怕话了 握着冰凉的雪糕 感受到的 全是生活的温暖 当时在寒风中 我举着雪糕大喊 失去的我一定会拿回来 何广志 从此你也游泳了 生活的话语拳 说完 咬了一口 把嘴沾上了 含风中 我身体的温度 再一次降到了冰点 那会儿压力很大 很多人都会选择 养只宠物 来陪伴自己 我去宠物店 看了一眼价格 发现 唯一能买起的 就是豆猫棒 压力更大了 当时看那个豆猫棒 我都心动了 我说这个豆猫棒 好像也能缓解压力 到时就有一种感觉是 我不配养宠物 就那宠物店的宠物 住得比我都好 他们都是单肩 独立猫沙盆 我还得每天 跟室友抢厕所 我感觉 他们如果谁 跟我得多倒霉呀 店员还跟我介绍呢 说 这个猫就是可爱 这个猫呢聪明 这个猫呢 就是活泼 我说 有没有那种 能吃苦的呀 心理素质好的 能接受猫生大起大落 还能自己抓老鼠的 朋友说 不行 你可以养一只流浪猫 但流浪猫 它们也不跟我走 因为吃的比我好 就每天会有人 投喂它们猫粮 我带着吃剩的麻辣烫去 刚放在地上 就被阿姨拦住了 是垃圾扔在那一边 我感觉就算是我 带回去看一眼 它们第二天 也得跑路 走的时候 可能还得说哪去 我倒不是 多么热爱自由 我们流浪猫 吃不了这个苦 好在流浪猫 吃不了的苦 我能吃 谢谢大家 我会往这 请搜票 广志 第一次开场 你是整个托克什大会 第一次开场吗 对 我一直没有开过场 然后这一次 我是觉得赛程也挺激烈的 然后我当时 选开场的时候 也没有稿 我是想着 把自己逼到墙角 就是如果 这样还写不出来 可能就得被淘汰了 我想逼自己一把 这种感觉 讲完感觉怎么样呢 还挺满意的 今天讲的 我觉得开场 应该开得还算可以吧 还可以 还可以 谢谢 气质非常多 刘振云老师 拍灯那一块 跟放炮一样 吓我一下 那个梗同时的 砰一下 感觉那稿 是你们俩一块写的 我是在雪糕 拍的灯 雪糕一开始 跟女孩是夏天 第二次去买雪糕的时候 是冬天 冰天雪地 就是为了把 自己在冰箱里 那个面子 重新呢 这个面皮再剪出来 这就叫结构 看来广致的话呢 就是在这一点上 还是有水平的 谢谢 从文学上肯定了 我的脱口秀 谢谢 厉害厉害厉害 有一些文学价值了 麦探功 有句诗写的 就特别好 可怜身上一正丹 心忧探见 怨天寒 哎呦喂 好吃好吃 谢谢刘老师 另外呢 就是说的是 底层的劳动人民的 就是他的日常的生活 包括他的心酸 当然也包括他的欢乐 包括他的满足 我觉得挺感人 挺温暖 你呢 是因为自己的面子 所以冰天雪地呢 去吃了一根雪糕 挺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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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光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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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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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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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了这个主题赛了嘛 然后今天呢 所以我就打算 跟大家聊一聊 我今年的这个感情生活 我今年的这个感情怎么说呢 就是跟往年一样 我们的主题是躺和卷怎么选 在感情上我现在是卷也卷不过 躺的话又不甘心一个人躺 我觉得没有谈过恋爱这个事不能赖我 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两年网上 好看的女生越来越多 就是她们已经好看到影响我的生活了 就看完她们 导致我找对象的眼光越来越高 跟你们形容一下我未来女朋友的样子吧 身材火辣 肤白貌美 能歌善舞 厨艺高超 我朋友听完之后说 我觉得还差一点 还差一个双目失明 不瞎的话凭什么看上你呀 所以我现在找对象就很难 因为一个人在双目失明的同时 很难处以高超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平时接触到的全是一帮直男 就比如我跟他们说 我没有谈过恋爱 因为我不咋会跟女生沟通 他们说啊那没事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 给你介绍一个课程 叫沟通的艺术 我说我没有对象 你不得给我介绍对象吗 你给我介绍艺术干什么呀 你得给我介绍艺人呀 开玩笑了开玩笑 他说受之隐喻 不如受之隐喻 这是从根本上替你解决问题 我说从根本上替我解决问题 是不是还得给我介绍一个整形医院呀 你看看 广志这个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有自知之明 我说哥 你这个沟通风格 是从那个艺术里面学的吗 如果是少学一点吧 学艺之前先学做人吧 好不容易公司组织团建 去迪士尼 全公司的女生都去了 结果刚进了园区 这帮直男就给我拉走单独行动了 理由是 女生走得太慢了 我都懵了 她们走得还慢吗 那为什么我追了26年 一个都没追上呀 我就问 咱走这么快 干什么呀 把我带到了旋转木马面前 已经做了攻略了 这个点做 人少 我崩溃了 受我以鱼 你倒是把我往鱼塘里带呀 我学了一整天沟通的艺术 沟通的第一个对象是马 然后一群标形大汉 就开始做旋转木马 人均200多斤 长得有人高马大的 还有人高匹马大的 把那个小马给骑的呀 当时 坐上去之后 都看不见马了 遥远一看 两块肥肉夹着一根根根 在那里绕 跟个烤串一样 别的马都是在上升下降 他那个马 你就感觉一直在下降 下降下降 把马都快撸下来了 我说你赶紧下来吧 我本来幻想的 这是弥漫着荷尔蒙 现在被你整的全是自然味 后来可算是找到机会了 花车游行的时候 全员的人都去看了 我说咱是不是也该去了 对 咱是去开牌海盗船了 因为这会儿没人排了 排的时候 记得用手机 再排一个雷鸣山漂流 这样等会儿 两边就都能玩 我都气笑了 这帮直男玩得挺刺激呀 一个女生都没有 愣是给我玩出了脚踏两只船的感觉 确实像我这种太久不谈恋爱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感觉是 这个人特别渴望恋爱 就比如去年 杨蒙蒙在节目里面求婚的时候 不是好多人都哭了吗 我也哭了 杨丽磅礴哭 弹幕都刷 他俩被感动了 镜头转向我 何广志留下了羡慕的泪水 我不至于羡慕到哭 我当时也是感动 果然讲脱口秀可以找到女朋友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小北凑过来跟我说 俩人真不容易 在杨蒙恩讲脱口秀之前 俩人就在一起了 我当时感动的就哭了 眼泪流进了嘴里 又苦又咸 这也算是尝到了爱情的味道吧 虽然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好在我把这些都写成了段子 哪里有天才 我只是把别人 约女生喝咖啡的功夫 都用在这写稿上 我竟然就是要卷死各位 谢谢你们 何广志 谢谢 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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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何广志 谢谢 谢谢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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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我知道 谢谢 谢谢 知道 最近刚发的新专辑 可以去听一听 在分控的前一个月 我租了一个巨大的房子 足足72平 就是现在想想 那可能是我租过 就是最值的一个房子 每天就在家里躺着 就没有出过门 都值麻了 我当时呢 是和一个做生意的老板 同时看上的那个房子 老板呢 出的钱比我多 但前提是得先算一卦 就如果风水好的话 他甚至可以加钱 房东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说哥 你说的那个不叫算卦 那个叫画饼 房东说 没办法嘛 他生意人 他就是信这个 我说哥 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也信 就如果算出来 他不要的话 我也不要了 房东一琢磨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就低价租给了我 然后在我签合同的时候 那个大哥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多出一千块钱 我那房东人特别好 当时就给他拒绝了 然后都签完合同了 那个大哥还不死心 又打过来电话 说可以再多出五百 当时别说房东了 我都心动了 我说哥不行 这个价格我租给他吧 我那个房子不光大 而且是新装修的 就是又大又新 就我刚一搬进去 就立马邀请了一些 就是贫穷的朋友 去我家里玩 带他们在我们家 就是逛了一圈之后 就你听我这个用词 就逛了一圈 就以前我们家 别说逛了 翻个白眼就全看到了 我租的第一个房子 真的特别的小 它小到什么程度 就你每次推门进去之后 那个床和桌子 椅子 柜子 就把整个空间 都给塞满了 我当时就感觉 我住在了一套七窍板里面 有一次我给家里 调整了一下布局 我进不去了 很欺辱 所以现在每次有人问我 为什么一个人住 要租那么大的房子的时候 我都会说 我要把我当时住在郊区 丢失的尊严 给找回来 我现在住的是两室 就一个卧室住我 另一个卧室住我的尊严 然后我朋友在我们家 逛了一圈之后呢 说不行 他说你这房子 刚装修的 屋里有甲醛 我刚进来一会儿 我鼻子就开始酸 我心想知道 你酸的是甲醛吗 我当时觉得他就是在酸我 结果到了第二天 我也开始鼻子酸 然后我就赶紧去网上搜了一些 出甲醛的方法 就是买了碳包 也放了绿植 还叫了一些肺活量大的朋友 我去家里玩 给忽兰发微信 你叫上王建国 给你吃得干干净净 把他们都叫来家里之后 先一人发一个健身环 先玩着 等他们玩得呼吃带喘的 再在他们参观 这个是房东心打的衣柜 趁着心弦 多看两眼 他们说广志 你是不是没见过衣柜呀 我说不一样 我这个衣柜 谁看谁迷糊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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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了一圈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都快没有反应了 只能眯着眼睛问 你这屋里 是不是有甲醛呀 我说没事 就快没有了 但其实你们不知道 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其实是很累的 你看我 我们家有一个巨大的阳台 它就特别适合 一个人悲伤的时候 就在那里缓解一下情绪 我为了不浪费房租 每天会尽量出时间 让自己悲伤一会儿 有一次 憋了很久 终于悲伤了 特别高兴 赶紧抬头冲向阳台 结果发现 从卧室到阳台 有足足八米 房子这么大 悲伤不起来呀 在路上就治愈了 太厉害了 我一直觉得我的房子很大 直到有一天 我重新认识了这个房子 那天叫了好多朋友 去我们家喝酒 李旦也去了 李旦进门之后 第一句话 广志 房子挺小 人很热情呀 我当时就想 我也没让谁站着呀 虽然有一点挤 但是每一个人都坐下来呀 李旦说人事都坐下来 但是坐下之后 站不起来了呀 他说一个真正的house 你叫人来喝酒 你得是能走动的里边 你得是能蹦能跳 我说哥 你说的那个叫 Lewhouse 那一刻我就发现 我跟李旦对房子大的理解 还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可能还是那种地铁的心态 就比如我看着沙发上 那一排我的朋友们 我就总有个感觉 就是那个沙发 挤挤还能上 李旦呢 可能是那种商务舱 看经济舱的心态 就李旦看着沙发上 那一群人 他的感觉是 他们的人虽然坐下来 但他们的尊严还在站着 在讲话说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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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广志 然后终于轮到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然后有一点兴奋 因为就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相当于是 就马上就要当明星了嘛 这个样子 是这样的 就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 这种线上节目的录制 所以我就特别地激动 就特别地 特别地重视我们今天这个录制 就为了今天这个录制 我来的时候 我是就专门用洗面奶洗的脸 在中国喜剧圈 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就不是很多 就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也就只有这一个 就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节目 就都不让我上 这个样子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为了准备这个节目 我还去烫了个头发 其实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故意烫的 就过程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就想去剪一个 好看一点的头发 然后准备录节目嘛 然后我去了之后 那个理发师就问我 他说你打算怎么剪呀 我说我想把这两边留长一点 他说那你这个长度 适合烫一下呀 我说我没有烫头这个打算 我就是单纯地想留个长发 我说你先给我剪吧 然后他咔咔咔咔 一顿操作我就给我剪完了 剪完之后 他就很自信地问我 就是剪得怎么样 我说你要不给我烫一下吧 因为当时我盯着镜子里 他给我剪完那个发型 我就在想赶紧给我烫一下 就不能再让第三个人 看到这个发型了 就丑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如果不给我烫一下 我出不了那个门 就被封印住了 你知道吧 而且就是 我跟我朋友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朋友还说我 他说哎呦何广志 看不出来你还有偶像包袱 我说你是没见那个发型有多丑 我那都不能叫偶像包袱 他就是个包袱 人类的包袱 你知道吧 而且当时就是 他给我剪完之后 我除了烫 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因为他已经给我剪完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我没有退路了 就我的退路都被他剪断了 我就只能再赌一局 你如果长得比较好看的话 就你可能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像我们这种长得不好看的 就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憋屈的 因为当我们被剪了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就我们是不太敢怪罪于理发师的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说我剪头发 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 就是前面两分钟 我刚跟那个理发师就友好的沟通完 该怎么剪 然后他开始给我剪 结果剪着剪着 我们俩就都沉没了 这个时候我盯着镜子里我的头发 然后他盯着他的手艺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 但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脑海里 都飘过同样一句话 就是 这也不能全赖他 其实这种感觉大家都明白 心里都明白 只是不说而已 假设说让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 假设说让李线剪个头发 不好看 那理发师全责对吧 就是李淡剪个头发不好看 李淡全责对吧 然后当时就是 还有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就是当时我烫那个头发的时候 那个李发师问我 他说你一共有两种类型 你打算烫哪一种类型呢 第一种就是不需要怎么打理 然后也挺好看的 还有第二种就是 需要你每天早晨起来都打理 但是打理完之后会特别的帅 就如果他不问我的话 让我自己说 我肯定说 你给我弄个不需要打理的吧 对吧 但他这么一问我 就以我这个绝强的这个小脾气 我肯定选那个需要打理 但很帅的呀 因为我这个人 我比较喜欢挑战生活嘛 我当时我想 我要变好看 我要扼住生活的喉咙 结果现在局面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挑战失败了 就不仅没扼住生活的喉咙 还让生活薅住了头发 薅得死死的 就我现在套完这个头发 就有一点特别尴尬什么 就是我这个头发 就需要打理才会好看 然后我不会打理头发 就如果我不打理的话 它就不好看 就如果我打理 还不如不打理 真的就是我没有骗你们 就是我探完这个头发 我第一天出门的时候 我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打理我这个头发 结果我出门之后 见到我朋友 我朋友见到我之后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这头发探完之后 你得打理 我说我知道 我今天没来得及 好 谢谢大家 讲证多 谢谢你们 谢谢 我喜欢他的语速感觉 很清楚 很清晰 其实说来说去就这么点事 就没啥内容 确实是没啥内容 我现在回味了一下 感觉就是一句话 能说明白的事 不是 其实是因为我的逻辑比较好 我技巧比较高 我把它故意的 就是我能让观众一句话听吗 这是一种技巧 把这个灯给我抠回来了 但这确实是技巧 其实也就是没有文化 有一位很厉害的评书演员 叫王岳波老师 王岳波老师呢 他讲聊斋讲得特别好 他有一次讲那个 英宁那个故事 讲得太好了 然后我一个朋友就很震惊 说这个聊斋故事怎么这么好 他讲了好几次 有几个小时 然后这个朋友回去翻开聊斋 发现他讲那一段 其实就一句话 就是趁开来讲的 这个是评述的技巧 非常好 厉害 真的很厉害 我刚才就是因为 我拍得有点早 前边的都拍得晚 就这次拍得早 后来他又说了 两三个特别好的梗的时候 我就下意识地这样 发现就一个灯 所以你们下一季 下一季可以改一些 技术征集一下 这放好几个灯 我是四个灯是吧 对 就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崇敬之情 大家好 我是何旺志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准备好了吗 我要对亚军发起冲击了 最后一期了 然后我非常荣幸地成为一名脱口演员 小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能干这个 小时候老实问 长大了想干什么呀 大家都想成为科学家 发明家 天文学家 轮到我 我说我想成家 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都没有实现各自的梦想 但他们都实现了我的梦想 有的人甚至还实现了两次 当然那会儿也有其他的答案 就那董事师同学主动站进来说 老师 我长大了 想当一名教师 成为像您一样优秀的人 我心想这小子 就是有董事师的天赋 当时就教会了我做人 小时候有两个梦想嘛 第一就是当宇航员 第二就是当小卖部的老板 因为你上课刚幻想完 什么火星 土星 金星 谁的引力更大 下课之后就发现 引力最大的还是小卖部 小科学家 小宇航员 全给吸进去了 小天文学家还说呢 你看这个辣条 真是辣的人眼貌金星呀 后来长大了就是找工作嘛 我的第一份工作 跟卫星还是有点关系的 电话销售 卖保险 也就是在那会儿 我发现我有当喜剧演员的天赋 因为每次打电话 基本上就那么几句话 你好 人生常有苦难 别让自己留有遗憾 我们的保险与您相伴 非常期盼 一般第四季说到一半 他就挂了 我心想我说了个啥呀 三句半 我们那会儿培训 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结尾一定要说一句 祝您生活愉快 但没有人有耐心听完 我耗面子 对方挂了 我还在那对着空气继续演 我说明天下午联系吧 上午我比较忙 祝您生活愉快 然后同事都跑过来问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为什么我说就没有人听呀 我说诀窍就是 你不要太把客户当回事 你就当他们不存在 培训的时候 老员工跟我们说 电话销售 没有技巧 就是硬着头皮打电话 拒绝了你还打 拒绝了你还打 我一听啊 骚扰电话呀 我可太擅长了 上学的时候 我给你同学打个电话 哪怕就是正常问个作业 他都会说 我有喜欢的人 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但骚扰电话这个 我只擅长骚扰 并不擅长电话 有次打打的 客户突然问 那你给我介绍一下 你们都有什么业务吧 我一下就不会了 我说我是新来的 我现在只学会了骚扰 就挂了 他又打了过来 我说你不要再骚扰我了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 当然做这个工作 内心很矛盾 因为在我听来 对方说我不需要 就是明确地拒绝 但领导说 客户说他不需要 但其实他需要 你只要连打三次 他的想法就会改变的 领导说得没错 打到第三次的时候 确实他不说我不需要了 他开始骂人 你要不要脸 我说我不需要 我干电话销售那会儿 几乎天天挨骂 而且公司对我们 每个月的通话时长 还有考核 时长越长 奖金又越多 玩不成的话就扣钱 扣了一个月的钱 我心里就开始扭曲了 我经常就是一边被骂 一边又舍不得挂电话 他一骂我 我赶紧呛他一句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他说你是不是有病呀 我说那你具体就说 到底有什么病呀 后来我甚至就寄了一个 爱骂人 还爱接电话的手机号码 只要通话时长不够了 就给他打电话 越打越气 越气时间越长 当时那一串手机号码 就是我最早的财富密码 而且因为以前被骂了 也不敢跟领导说 你跟领导说 领导只会再骂你一遍 你现在被骂了 你跟李旦说 你说哥我前两天被骂了 哥我前两天被骂了 李旦根本听不到 因为骂他的声音太大了 他顾不过来 最后呢 我也很感谢 电话销售那个职业 不需要我 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 虚虚叨叨地讲这么多 还没有人打断我 谢谢你们愿意 听我讲完最后一句 祝你们生活愉快 我是何王志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好